商周王帝心,一个被抹黑的开疆拓土的雄主,帝心财力过人,有道业九牛之威,俱辅良意诸之力,寻子妃香篇,记载,长剧娇美,天下之劫也,金力超群,百人之敌也。 实际因本记记载,帝宙自便节级,文件甚敏,财力过人,首歌猛兽,灵照旷印,被宋开国皇帝宋太祖,号称一条盘龙棍打遍天下八十一军州,他的太祖长选和盘龙棍法,在中国武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,可见他的武力值应该是很高的,秦武王赢荡。 秦武王天生有神力,力能刚顶,喜好跟人比绝力,死于举顶比赛中,西楚霸王项羽,王不过霸,将不过礼,论勇猛首先想到的就是项羽。 刘聪,巫湖十六国时前赵皇帝,史称肖有超人,原地善赦,汪弓三百斤,律力消结,冠绝一时。 石虎,巫湖十六国时后赵皇帝,身长七尺五寸,教杰变弓马,勇冠当时,将左亲戚莫不静淡,巫湖十六国时有名的是沙暴君,燃敏,十六国时期燃为政权建立者,是石虎的养孙。 关于燃敏后世争论很多,但从武力之看,燃敏勇猛绝伦,最后一战以万余不足,被数十万仙卑骑兵包围。 当时,燃敏已经鸡皮交织,而仙卑还有铁浮屠,拐子马,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,燃敏骑猪龙马,左杖双刃毛,又直勾起,杀掉三百多人,扶生,十六国时期前秦君主,自幼独眼,成年后可立举千金, 首格猛兽,走几奔马,击刺骑射,冠决一时,桓文北伐时单其冲突进阵,斩向前其前后数十,进军胆裂,后被扑坚所杀。 吕光,十六国时期后梁建立者,祖上是吕后的族人,身高八尺四寸,木生双童,左肘上长有肉印,骁勇善战,李存旭,后唐庄宗。 李克用十三太宝中唯一的亲生儿子,李克用生前打不过朱温,不过他的十三太宝个个厉害,比朱温的儿子强多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